第四千零九十二集 你们干嘛 郑念雷一声不满的喝声传来 三人一愣 只欠郑念雷的身影 已经挡在了夜沉身前 你们难道还要在这里 对我同学动手 李天琪等人敢怒不敢言 毕竟女神在侧偏袒 他们虽然有气在身 但也不敢明着撕破脸皮 我们走吧 郑念雷考虑再三 开口道 几名同伴纷纷不解 不明白为什么 郑念雷会对夜沉的妄言 百般顺从 李天琪三人不满 挽起嗅管 就向着夜沉走来 大有要酣畅淋漓一战的意思 就在此时 天空之中 发出了嗡嗡的轰鸣之声 不远处两辆大型武装直升机 缓缓而来 不一会儿便盘旋于夜沉的头顶之上 罗玄奖煽动的气流 在几人身边爆散开来 众人纷纷地趴在地上 连眼睛都睁不开 一时之间陷入了沉默 不知道这直升机到底什么来头 难道是因为夜沉吗 李天琪心中莫名冒出了一个 不可思议的念头 但转瞬间又被他立马否决了 这么一个脑子有毛病的人 能指挥得了直升机 打死他也不相信的 不过片刻 两架武装直升机 缓缓降落在 狭隘山地之上 舱门早已打开 一名身材魁梧 透着极强威胁性的男子 看着头俯视下方 他的目光似乎在寻找什么 陡然间 他的眼神一宁望向夜沉等人方向 从那离地几米高的直升机上 悦然而下 仅仅只是几个闪身 并已经来到了他们近前 李天琪等人 仿佛是见到了妖魔鬼怪一般 难以置信地望着那从天而降的人影 嘴巴张大到极致 几人紧张地说不出话来 那男子给了他们太强大的压迫感 然而接下来更令他们震惊的一幕发生了 只见那男子三步并坐两步走到夜沉进前 单膝跪地 恭敬道 顶住 我们来晚了 夜沉不以为意 只是淡淡地点点头 在陆凌峰耳边低语了几句 陆凌峰脸色变幻 两久后 他轻声道 华夏古武界那位也来了 要见你 夜沉转过头去 只见另一架武装直升机内 一名华山中年人的身影 缓缓露出真容 几分钟后 武装直升机上 叶先生 你所言可具具属实 挥发男人一脸的凝重 夜沉点点头 这距陵阵 全国各地绝不止一处 每一处都聚集了大量的天地灵气 且这些地点都十分隐秘 即便是龙魂 想要全部查探清楚 也绝非意识 光是捣毁这一处阵灵 就已经耗费了大半精力 而且这些灵阵 会影响到华夏气运 此言一出 挥发男人久久不语 你可有破局之法 沉闷的气氛持续了很久 这狭小空间内 一时间陷入了沉寂 最后是挥发男人的一声轻叹 打破了僵局 夜沉也是眉头紧皱 现刻后他轻声道 目前只有一个方法可解 哦 挥发男人的眼前一亮 似乎是寄予全部希望 在这个年轻人身上 小子陷入沉睡 新的气韵尚缺载体 另外气韵承载的载体 需要有人来继承 只有这样才能将华夏气韵保存 用于抵抗聚灵阵的侵蚀 夜沉自真聚拙道 那这载体 你的意思是 挥发男人皱眉 开口问道 你在华夏鼓舞街的地位 德高望重 你来做这个载体 最为合适不过了 不过 我会在你体内种下一道符罩 你必须永生永世 守护华夏 夜沉道 挥发男人的手指 有些轻微的颤抖 一旦异国气韵 加之其身 那么他的实力 便会突飞猛进 甚至是成为 华夏的守护者 登临绝颠 即便是飞升欲外 也是极有可能 至于寿命 更是会与天骑 这对任何人来说 都是一个 无法拒绝的诱人条件 我明白了 开始吧 挥发男人沉声道 夜沉带着挥发男人 来到九龙山之巅 他灵力涌动 丹田灵气 疯狂运转 白金色的光芒 化作一只巨大的手掌 将滑下周围的气云 尽数巨龙 化作一条起舞的东方巨龙 营绕整座九龙山脉 一片祥瑞 起 随着手掌撕裂苍穹的轰鸣 那条青龙散着漫天光雨 滴滴点点洒照在 挥发男人身上 挥发男人目光如炬 炙热的目光望着夜沉 何谓气云 气由人聚 运由天 运尚不可言 命亦可改 挥发男人双手 复利于九龙山巅 华夏气韵在你之身 我很快就要离开华夏 你必须将之守护好 否则后果自负 夜沉淡淡道 挥发男人闻眼 微微一笑 答道 我可否将这气韵打散 分赠予亿万万群众 哦 为何 夜沉饶有兴致地 望着面前这苍劲鼻挺的身影 就地成神的法门 也不要吗 我此之五道尽头有限 若将气云进家武身 那百年后 千年后呢 终有我不在的一天 那时 华夏是否会泯灭于时间的角落 挥发男人轻声道 此言一出 夜沉身形一颤 他的心中 装得下千千万万人民 三七气云 福泽万千之人 有朝一日 我希望华夏 还能出一个像你这样 顶天立地的人物 挥发男人眼眸泛光 他的眼里映射着未来 夜沉一笑 这种可能未尝没有 挥发男人 他愿去赌一个遥远的未来 如此一来 外来的势力 也将不会再 觊觎华夏的灵脉 相当长的时间里 整个国家 将处在一段 相对安稳的发展期 华夏境内 这是怎么回事 每个人都有些许 气韵加深 怎么感觉神清气爽的 这一微妙变化 将在未来的时间长河里 不断影响着 整个华夏未来的局势走向 当然这是后话 散尽气韵的挥发男人 背影依旧挺立 他的目光望着 这大好河山 眼含笑意 顶住 大事不好了 陆凌峰的身影 快步奔来 望了一眼 夜沉身侧的挥发男人 他第一时间 低头以置意 您的朋友 郑念雷 他的身体 有些异常情况 那几人都出现了 不同程度的反应 有几人已经开始 气笑流血了 陆凌峰 倒明了情况 嗯 我倒是把一件事 给忽略了 那些人 有一些气韵加深 再加上 此地变异的残余灵气 和毁灭之气 发生了血脉对冲 夜沉的身影 飞奔而去 灰发男人 也在陆凌峰的带领下 快速离开 很快 夜沉便出现在 众人的面前 他扫了一眼众人 摇摇头 随后指尖 划过一抹微光 几人的气息 渐趋平稳 夜沉开口道 他们性命无碍 不过 还是马上送医院就医 就在夜沉 准备离开之时 突然 夜沉发现 郑念雷的印堂发黑 显然是大凶之兆 犹豫了几秒 夜沉长叹一声 罢了 几个时辰之后 西海市 一个坐落在 华夏版图 西北角的城市 一道晨光 洒在沉寂的大地上 几声雀鸣 划过天际 远方集团旗下 一家高级私人医院 十四楼的办公室里 传来一个男子的声音 我知道了 这是一个中年男子 年龄大概五十岁上下 但因为保养的原因 眉宇间并无褶皱 并肩也不见分毫白思 气宇轩昂 给人一种无形的压力 可见其身份 必然非同一般 雷尔他到底是什么情况 中年人 正是郑念雷的父亲 送他们来医院的 是一架直升机 具体情况 我不便透露 但请放心 令小姐 不会有任何情况的 安心静养便可 医生只是淡淡留下一句话 便转世离去 当然这一切 都是叶辰的授意 事关太多 即便是郑念雷家人 也不便知晓太多 与此同时 叶辰在医院门口 见了一下金冷宴 随后便回到医院 刚踏入医院 叶辰神色一宁 临时倒是有了意外收获 他嘴角勾勒一道笑容 向着一个方向而去 他先听信部 走到郑念雷的病房之前 推门而入 嘴角勾勒一道玩味的笑容 就在这时 一阵嗖嗖的破空声响起 叶辰眼前 出现了一柄手术刀 那锋利的刀锋 擦着他的鼻梁而过 定在了旁边墙上 叶辰之始至终 没有出手 甚至他眼前 闪过一个 身穿白色运动装的人影 人影飞快地 窜进了电梯 不见了踪迹 叶辰神色如常道 竟然有人要杀郑念雷 这或许 就是郑念雷的大凶之兆 片刻间 他的身影就出现在了医院门口 停车场出口 在医院右侧 叶辰的步伐 为座丝毫停留 向着路口奔去 随后只听见 砰的一声巨响 一道人影 被撞飞了十米有余 倒在血泊之中 那洁白的运动装 瞬间被一抹 星红尽头 他没有出手 一方面是因为 在医院 人多眼杂 另一方面 他不过是想通过此人 找出后手罢了 可如今 现在所有的线索都断了 这个家伙 已经倒地弃绝了 那辆肇事车 倒是要龙魂 调查了一下 杀手被第三方势力截杀 不 或许是行动失败 被自己人灭口了 念及此处 叶辰觉得有点意思 若真是如此 那么背后的势力 绝不简单 不过半个小时 叶辰手机闪烁 根据收到的信息显示 那个撞死杀手的司机 没有任何问题 难道这一切的一切 都是意外 这一切都只能等到 郑念蕾醒来 再去问他了 叶辰施展术法 郑念蕾几人 便已经清醒了过来